陳俊森自己也說了 他6月份還繼續加碼700張的一個紅機 光是他挺自家股票 就砸了5000萬 反觀黃雪紅好像在這一波 這個股價跌下來過人當中 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表態 不過外資依舊力挺宏達店 最近底部逐步就開始出現了 慢慢直穩的味道 今天的雙紅都開始出現了反攻了 我們怎麼看今天跌升股 至少先看這兩檔 好那我想其實在這個台灣 兩個過去的台灣之光 宏達店跟整個紅界的一個表現 其實我覺得 其實他們的宿命其實差不多 雖然說其實在最近這兩年 整個紅界的大改造 那可能有一些成效慢慢開始做浮現 但是其實基本上而言 我覺得這 老導播給我們看一下紅期的月K線 其實大家就會了解到我在講什麼 從紅期的月K線 從2010年的1月份的徒刑 到目前為止給我們看一下 紅期在2010年的1月當時股價最高來到105.5 目前在這個波段最低來到14.8塊 其實基本上也是打了一折 那我們反觀回來看 看到2498宏達店也是一樣 股價在2011年的4月來到1300塊的最高點 來到這個月最低點來到72.7塊 其實也是差不多打了一折多 大概不到一折啦 但是說其實相對比較起來這兩個台灣之光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其實確實是碰到成長上的一個瓶頸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我認為紅達店它目前最重要是整個企業面臨到未來轉型的問題 它要怎麼樣去做突破 而不是沾沾自起在講說比如說1到5月份 它在台灣的一個整體手機銷售量拿到冠軍 它1到5月份大家知道賣了多少支 賣了100萬支的手機 大家聽到100萬支可能覺得好多 那我告訴大家蘋果在今年第一季光是iPhone 6跟iPhone 6 Plus賣了就超過3000萬支 也就是說其實人家三個月可以賣可能紅達店好幾年的一個量 也就是說其實基本上不要再專注在整個所謂台灣 一定要把所謂的眼光放到全世界去做個觀察化 其實會覺得說其實台灣那個品牌面臨到的一個瓶頸 這是未來必須去做的省事 不是說畫了一堆大餅頭對整個未來的一個前景 畫了多美好的一個大餅頭 但是營收拿不出來我覺得是沒有用的 我認為說其實就現階段的一個架構來做觀察化 紅達店跟紅界股價短線上都有落底的一個現象 尤其在整個紅達店這個部分剛停歇點到一個重點 我們可以看紅達店的K线形態 下面放一下外資買賣超 其實在最近這兩個禮拜 外資在紅達店這個部分已經有開始的 有原本的賣超轉為買超 這是基本的一個落底的訊號 那我認為說其實紅達店就現階段的股價 應該有機會在這個地方呈現橫盤震盪整理的一個態勢 能不能夠重新的返回到100塊錢 甚至更高的價位 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請紅達店拿出成績來 我相信紅達店只要拿出成績來 不管說是本土法人還是外資 我相信都會有追捧的買盤力道去做的追信 但是如果說只是空話大餅的話 那相對來講 那牛皮吹久了不小心吹破了 那可能還會有向下探體的一個空間 有說其實目前手中只有紅達店的投資面 我認為這個地方不用殺低 有機會在短線上去做反彈 那能不能從原本的反彈走向回升 就是從基本面來做觀察